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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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大家好我是橘橘妹 大家都知道我是嫁到香港的台灣喜处 身為一個在香港生活三年的人 快搶一搶去廣東話 還是很正常的吧 雖然不是很流利 但是日常對話是ok的哦 很多baby私訊我怎麼學廣東話 今天我就來分享我學廣東話的神秘歷程 我們家大概是我在國中的時候才開始有第四台 那時候第四台對下課不用補習的我來說簡直是個保障 我還記得那時候五點下課回家五點半看哆啦A夢 六點看娛樂百分百 七點看順風婦殘客 八點開始轉電影台看有什麼好看的 神秘的電影三巨頭 衛世、偉來、龍翔電影台 洗腦般的輪播香港電影 賭勝、唐伯虎點秋香、加油喜事是基本款 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SSR 秦聖、龍的傳人、珍鬼專家 哦回來了 吼啊這次要看幾百遍了啦 還看 一碗大老虎 一碗大老虎 嘿嘿嘿嘿嘿嘿 水公沙角 有時候我還會搭配像是 立夫立夫新年財 我家有支河東斯、羽絨共舞 這類的輕鬆搞笑電影 一遍又一遍看著香港電影 直到那些台詞都倒背無流 上了高中之後我才發現 哦這期課好無聊哦 小人住在蘇州的層邊 家裝有屋又有天 生活樂無邊 誰吃那糖伯虎 滿恨不留情 勾結官服務無天 戰我大無作惡天 難道你是 沒錯 傳說中的玉面飛龍 是成名電影的好萊塢啦 那時候才發現原來身邊很多人跟我一樣 背台詞背得比歷史課本還認真 前陣子流傳一個港劇分數 雖然很久沒有看了 我還是拿了80分高分了 有興趣測驗的baby 可以到說明欄找王子哦 不知道是不是我小時候太常看香港電影 算電影都是國語配音 但是看著他們的嘴不對聲的 也許我小時候就默默記下了 有些詞語的發音是什麼嘴型的吧 認識卡爾之後 我開始上網找香港的連續劇來看 主要目的是聽他們說話 學習新的單字 有些詞語用法跟台灣一樣 例如天空就是天空 青空 地鐵就是地鐵 只要粵語發音就好了 但有些詞語他們有不一樣的說法 例如瓶子 他們叫尊 衣服 他們叫山 吃東西他們是用食的 喝東西他們是用飲的 這種就要特別記住粵語用法 如果直接翻譯 雖然他們聽得懂 但是會很不道理 咧咧不道理所以會燒咩 不道理 所以尊 學越多詞發覺粵語言 用了很多古代的文言文說法 是個很有歷史文化的語言 如果把粵語翻成中文的話 就會變成 老公今晚你幾十反 夜晚七點 呃 晚餐想食咩 你畫事 齁 次次都我畫事 這條家你大賽的嘛 是不是超像古代人的 因為很多都像是古代用法 所以有很多古字 你們有沒有經驗看到 香港論壇裡面有很多像是亂麻的字 掺杂的英文 跟一堆看都沒看過的中文字 明明寫的是中文 卻看不懂是啥意思 這時候 順便有個貼身老師就很重要 只有香港人 懂他們語言的博打精神 只有香港人 懂他們用詞的精緻意義 老公 那你跟朋友聊天怎麼打字 就是打同音字啊 或者是用語音講話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詞 是只有英秒字啊 所以有這個字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有此可知 卡兒是我老師 Siri是卡兒老師 事誰無路 Siri是我老師 來到香港之後 我還是繼續我的學習之路 尤其香港講話像機關槍那麼快 卡兒沒有紙分 老爸買紙分 自己拿紙分 全是雞子分 大紙分 你沒有人你真的罵我 我都很醜 你坐我自己坐我 三日四六大 五六七八十 十歲 歐よう十歲 歐よう 歐請 於是我在加畫畫的時候 都會找香港的YouTuber 開來當廣播廳 來熟悉粵語語感 我最常聽的一個頻道 他配乐非常疗愈 让我工作更有专注力 主持人的声音也很有磁吸 听进我的心 内容也非常有趣 第四 部分死者的内藏器官 有被抽走的迹象 那不是攻守 咦?原来情话物的广东话是这样讲的啊? 哇!原来邪教的邪跟倾斜的邪是一样发音啊!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让每天都听着 八词大人传说 slenderman 泰德邦迪连环杀手案件 学广东话 这样的课程 你受得了吗? 哈哈哈哈 约细语言最忌讳的就是害羞不开口说 如果我不会 我很积极学习 把我听到的薰乙致幼 在荊棘中成长 邦尼好可爱哦 哦!快在风高来没打高贵啦 那是什么呢? 快乐啊 给美丽是乖乖的啊 终你三台减空 三年快乐老爷 闹我八十老头 对了闹了不少笑话 但我还是每天都逼卡尔用广东话跟我对话 老婆你在干嘛? sorry我听不明白哦 我记得识广东话 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哦 我用广东话讲你听不懂还是要用国语讲一遍啊 嗯哒 早上是刚来都有讲啊 不要给我打电话三个字啊 但基于卡尔的身份特殊 总是会故意放水讲一些简单的 害我无法进步 老婆老婆 妈妈 哎哟呦 大家紧张紧张紧张都跟我玩 妈妈妈妈妈 你帮我当指掌吧 从卡尔这个幼儿园语言班毕业之后 把学习对象转移到卡尔的朋友身上 虽然一开始朋友都很贴心跟我讲国语 但我还是坚持用广东话回他们 哎 你好啊 来香港,是不是习惯啊? OK啦 其实我都好小出街 哦 你广东话好累啊 要么南海也都看youtuber的连接啊 哦 你都看什么呀? 人也都是情緒啊 真實規模環境啊 靈環殺手環境啊 有時候跟卡拉的朋友一起出去旅行 我就當作粵語特訓 認真聽他們講話 然後偶爾可以插上一嘴 學到很多彰化 就是這樣日子久了 開始可以不用字幕看香港的電影 雖然有些比較少用的詞還是聽不懂 但大概理解意思 我越來越有自信也越來越敢講 吵架都可以用廣東話草音卡爾 以上就是我學習廣東話的經驗 但語言這種東西每個人吸收力不同 所以也不用太著急啦 一天一天慢慢練習 會在不知不覺中進步的 像我就常常學好英文的 從國小開始學英文 至今也學了十年了吧 學到英文唱歌還是可以翻帥 讓你們留言分享學英文的妙招給我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做一些事 我記得我一定要把這字夾 做一些東西 做一些东西 做一 Kirill 做一些技巧的網路 用來自學的動画 做一些東西 做一些東西